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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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恒根旋茶万里的风沙 打破千年不变的神话 一场呼啸 苍穹的腐杀 一面诗弦 一面独间 一步一步 踏破执念和剑 复兴套套 千变少少 江湖南河 风力不过一枝锦桥 梦与苍笑 天地应熬 谁说繁星 不见儿恩怨何时遥 人心难了 魂追不消 死生难了 温绕清潮 我的妖怪 我的内担 我的修为 马的那个小娘们去哪了 简直是耽误老子的事 去 滚 洛言 洛言 不要杀我 我是来投靠你的 不要杀我 滚 你之前把青云门的弟子弄走了 还没给你算账 现在来写什么没 洛言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不对 你听我解释 我没想到你法力如此的高强 现在镇上出了这么大的事 求您行行好 救救我吧 你 怎么了 什么情况 青云门弟子和分香谷的 互相起来内讧 说什么 玄火箭就藏在镇子里 逼着老板娘交出法宝 不然就杀光镇上所有的妖 他们还说 每个一炷香就杀一个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他们还说 还说 反正您会回到镇子上来 为了不让您吸取他们的内力 所幸就杀光镇上所有的妖怪 可杀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就互相打了起来 张小凡被李循捅了一剑 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 陆雪茜提着剑 现在正满世界地找妖怪去了 那些妖怪都是我的 带路 快走 狗妖狗一嘴毛啊 当初逃出老子帐篷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今天 清云弟子 名门正派 吸了你的内丹 有一剑 洗 一 随我 你们想干什么 把解药交出来吧 解药不在我身上 解药在秦温爷那儿 我叫 我叫 大嫂 这镇上怎么了 解药来了 来 谢谢啊 给 谢谢 谢谢啊 来 来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给 谢谢啊 谢谢啊 终于有迟到了 谢谢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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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小桓转移走了 那曾叔叔呢 也是我节奏的 恩公哥哥 都说我不好 我不应该骗你的 可是 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 大嫂会揍我的 你为了不挨揍 把你的救命恩人 骗得晕头转向 对不起啊 因为大哥伤得太重了 我必须听大嫂的话 不是让你陪着大哥吗 你怎么回来了 他现在伤势怎么样 我本想陪着大哥 但是大哥情况不太好 发病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玄火箭是不是在六尾那里 我知道六尾受了重伤 他救过我的性命 对我有恩 但是你总这么拖着 只会两败俱伤 现在你只能相信我们 大哥从焚香谷 盗取玄火箭时 中了上官册的 九寒宁冰刺 我以为只要拿到玄火箭 就能将寒冰刺的冰毒 从大哥身体里面驱逐出去 可是 没想到居然牵出这么多事来 大哥有鬼王给的避水寒缩 其实没事的 都是那个什么玄火箭 突然喷发出黑气 大哥像蛀了魔一样 才会让上官刺给刺伤的 玄火箭发出黑气 危机 你告诉我 六卫在玄火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到了焚香谷以后 大哥怕我有事 让我一个人在外面等 他自己借着避水寒缩 进去了 之后的事 都是他告诉我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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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事情还没有到最后 你先不要这么悲观 黑石洞在哪儿 好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三娘 六位与我有恩 我一定会鼎力相助你 但最后不管 能不能把他治好 你一定要把玄火箭交给我 若是大哥不在了 我要这宝物 又有什么意义 不用管我 尽快找到玄火箭 不能让他再次落入魔教手中 我们首先要找到秦无言 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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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万一大哥他 那你是不是也不回来了 不要不高兴吗 曾叔叔和小桓姐姐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他们在想办法救大哥 他们没有怪你 说不定 小桓哥哥也有办法呢 我如此待他们 他们还在想办法救大哥 等我回到了黑石洞以后 我会把他们送出去的 你不用担心 那大哥他 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会回来的 那你要答应我啊大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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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桑岗 小桑岗 月如霜 人如飘煦 花一生 时数载 三千年 但愿相比 不相往 好 可惜现在不是月圆之意 不然以前成心愿 俯首看他 必定能够得偿色愿 出来吧 我知道 你已经跟了我很久了 好 果然要找悬火箭 还得落在你身上 三娘 为了取一件宝物 反倒赔上了性命 总归不值 你想救那六尾 会有的是办法 就看 就看 那我愿不愿意跟你合作呢 果然是个明白人 你来这儿 想必已经想好了 想好了 想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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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说一遍吗 把解药给她 快点给她呀 听不懂我说话吗 给她呀 谢了 不用谢 把她放了吧 不行 未劳城主大仇未报 听我的 放了她 秦无言 我忍受不了你的小伎俩 回去告诉我爹 就说是我赶你走的 至于选火箭 我自然会堂堂正正地拿到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你一忙 下一次 可没这么简单 可没这么简单 师姐 怎么样了 我现在好多了 余渡清楚了 这几日还是谨慎点为好 你怎么知道 秦无言会跟着我吗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赌一把 碧妖不见了 洛爷也被抓了 秦无言不可能没有半点反应 万一没赌对呢 万一没赌对 就拿旋火箭去换解药呗 小凡 我说过 旋火箭很重要 可是人的命更重要啊 大不了再把旋火箭抢回来啊 只怕 你下不了这个事 我去跟她说 让她别再干了 是 说我直言 继续说呀 哑巴啦 张小凡 你我现在势敌非有 我劝你悠着点 等到了黑石洞 抢旋火箭的时候 你别怪我翻脸无情 我知道你不会 就像今天你比秦无言 拿出解药一样 虽然你已经忘记了过去 可是你的性情没有变 你还是你 对不起 其实你跟着我们 不是想要旋火箭 只是想知道过去的事 对不对 谁 谁 谁说的 你 你不要想到人啊 因此 唉 我们是要所遇到的 隐蔽人 熊世神 我们也是 不过 还好挺过来了 碧亚 回去吧 别再冒险了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那天在胡锡山 你自己说的 你还上过胡锡山 那天在胡锡山 你送我离开的时候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伤 竟然不是同道中人 以后 也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从那天开始 我就打消了 跟你见面的念头 可是在跟你见面的时候 我就突然知道 其实有些人也有些事 哪怕过得再久 也始终不会忘记 可是我已经问了 我知道 也许这对你来说 是件好事 回去吧 别让你爹再担心 你不是说 怎么会走 还是不是 你不是说 我应该要对 Damn 你就不认识 你不认识 而 还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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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虹 幸好师兄你一路上留有熊火记号 我们才能找到这儿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 找小凡他们呢 那四语一村子妖怪同流合污 我一个人实在无法与他们为敌 不过还好你们来了 走 跟我一起搅翻他们的老巢 石头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别这么说行吗 这么天真活泼可爱 长了张乌鸦嘴呢 我看你是乌鸦精吧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去什么呀你 三娘让你在这儿待着 就老实给我待着 哪儿都不准去 来 李玄 李玄 你来做什么 想安江仇报吗 就是他嘛 他是妖怪 这小子是人 救古兴 先别动 你们老板娘呢 让他出来说话 三娘不在 有本事你搜啊 李玄 我可警告你 不准你在镇上乱来 别的人可没惹你 小七快跑 六位就在这里面 六位就在这里面 都这个时候了 我骗你们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相信你 我先走了 开门吧 嗯 小夕 小夕 李徐 你想做什么 张小凡 你已经沦为妖怪的保镖了吗 师兄 少跟他们废话 小夕 李徐 师姐 咱走 学伙计在里面 追 他 他用法座了 他用法座了 他逃不出 全我见得禁止的 你 你用那 你什么 什么试一下吗 你以为我的神木咒法 是大白菜啊 想用就用啊 我得等一会儿 恢复法力啊 你别等了 你赶紧再试一下 你们快走 不要管我 一旦被说话了 什么法术都不管用了 不是 我倒是想走啊 你媳妇把门堵住了 我怎么走啊 小姬好像去通知三娘了 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你再等一会儿 对 六位 你撑住 我相信你可以的 你坚持住 去啊 去啊 怎么回 occasional 死者 一旦 去啊 智 Chun 你走 你一个人 去啊 宽靖 想 skeleton 救命 快 走 你快想想办法 你快想住他 他那么大只 我怎么想住他呀 他快要冲出来了 又想了 又想了 把他变小 把他变小 变小 怎么变小啊 我没有办法 别提了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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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 小凡 快醒醒 你刚才叫我什么 什么 我叫你快起来 看来我们又走散了 只能靠自己了 我趟路 你跟着我 你别闹了 都这个时候了 你也实在太不警觉了 我们是敌人 敌人知道吗 你聪明有没有带脑子 好好好 是敌人 你保护好你自己 你还记得 在空桑山的隧道里 我们从独身的手里逃出来 你可能都不记得了 看来是真不记得了 你故意的 明知道我的望还望 因为那也是我很重要的记忆 你看 我的法宝也没有忘记你的经历 我 快起开啊 你会没病的 我 你都跑不停啊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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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要继续住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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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大哥 你不要再这样了 是你啊 三妹 你终于来了 小七她怎么了 她受了点内伤 我已经给她服过药 没有大碍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好像有个声音 一直在我心里想着 你一定要坚持住 赵小凡也来了 他可能有办法治好你身上的伤 我这就出去找他 等等 三妹 寒冰之毒 也许能够解调 可我内心的痛苦 却如复古之躯 无法消灭 大哥 这到底是为什么 是心魔 从最终 我便陷入了心魔 这一生的执念 对我娘的思念 折磨了我太巧 方氏的心魔 有其可尘 心魔已经吞噬了我的意志 我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自己 不 大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三妹 答应我 在我彻底梦幻之前 下手杀了我 很快 很快 就连薛火箭也禁锢不住我了 到时候我会杀光所有的人 太妖妖变了 小心 小心 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 四娘 小凡呢 赶紧把他们接进来吧 冯香谷的人也来了 就在外头 先前他们遭到大哥虎伪的袭击 不过我知道 张小凡一定能够避过的 我们现在必须把李寻的人 挡在外头 才好想办法 事到如今 也只好请他出来 这 这这里还有别的羊毛 大水质 请你帮帮我 这什么怪物 小凡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那么傻呀 刚才你差点没命了知道吗 你像什么 你以前也总是这么说过 连表情都一模一样 连表情都一模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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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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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